本来的话我的人生计划可能是30岁以后才会考虑 说实话我这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小孩 但是没想到老天就给我开了一个玩笑 可能这一切都是天意吧 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收获的重心比较放在工作上面 就不想说也没有那个精力 也没有那个 刚才只是和大家开个小小的玩笑 那么最近是不是有一个活动叫做我的第一次 是一个Vlog的活动 我想了想我的人生阅历太过于丰富 以至于我想不到哪些事情我还没有做过 今天我们要去体验什么呢 让我娓娓道来 有一天我就坐在地铁上 我看到一个大人领着一个小孩 然后一个小孩是个熊孩子 他就在地铁上公放抖音 我最痛恨的就是在地铁上公放抖音的人 所以我就心里重骂了 我怎么重骂 我说我说这孩子要是我生的 我当不是给他给他 我突然意识到我是男的 我不能生孩子 叮咚 男人确实不能生孩子 但是男人可以体验生孩子 那么今天我就要体验一下生孩子 Let's go 好像肚子有点情况 不行我得回去 万一到时候体验的时候疼得我把屎疼出来就尴尬了 所以一个宅男来讲 每一次出门都感觉像完成了一次任务 上海最近的天气有点回暖 再也不是那么阴冷的上海了 现在的温度非常的适宜 大家也要多出门走走哟 打的车在哪里 男是突然体验中心是干什么的 啊就是分娩嘛就是生孩子 然后这个这个就是他们现在有个有个技术 就是能让男的也体验这个分生孩子疼痛 体验这个有什么用啊 没有没有什么用就是就体验 体验体验对就是很疼 它是用电机去模拟那种疼痛 有人去体验吗 有啊我我不就是去体验吗 我当时你开的这个体验中心 啊你以为我是开这个体验中心的 对啊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去体验的 谢谢拜拜 OK我到了 然后我这个人呢 其实还是非常怕疼的 但是今天呢 我想给我自己加一个挑战 就是做这个分娩体验的时候 我不能叫 我只要叫就请你们在弹幕里面叫我loser OK我感觉我是肯定完不成那个十级的挑战 但是我觉得我起码要过半 5G以后我们就叫停就算成功 但是我不能叫 OK如果我失败了 叫我loser 别忘了 我说说我现在有点紧张 到了 这个就挑战 这个就是修过的 两边做个那种东西 别会有点疗 一会可能会觉得会有点冒汗 有个客人在这里就在那边还是比较可以 我们不走 哎呦 我们有点紧张啊 开始了开始了 兰姬之前就是肚皮的表层有一点震 有点麻 是有点痒痒的感觉 OK 兰姬以后肚子里边开始慢慢受力 哎呦这是三级咯 没有还没有到一级 差不多每一级中间持续45秒左右 还没有到一级 还没有到一级 对还没有到一级 这还没有到一级吗 还没有到一级 马上 才六到十是一级 现在才六才七 他一天在那儿吸我的肚皮 对强度一级 一级了 我靠不对吧 这怎么这么疼啊 这个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不会不会 哎呦 哎呦 这个比我强生的难 难太难太多了 强度二级 能不能让它升级升的慢一点 哎呦我出汗了我的天 不会这么快就结束了这个视频 我绝对不会这么快结束 我现在想一个方法转移我的注意力 先要唱首歌 什么歌 接到你点首歌 强度三级 三级相当于姨妈痛 姨妈痛 对 想说一下 姨妈痛 这才姨妈痛 你在逗我吗 这是姨妈痛吗 姨妈痛 唱歌 唱首歌 啊 唱首歌 改歌 穿风风 吹满 阿地 中国人民 真正记忆 哎呦我操 成了四级我就不玩了 真的 这个世界太风光 哎呦好死都可以冒荡白 尿 全度四级 四级相当于公缩 公缩 嗯 加油 加油 这个加油 这个不是加油就能成熟的了的吧 是不是到后面就麻木了 就没那么疼了 因为我到八级今天是最疼的 等你扭过八级就已经麻木了 九级十级都会摘干了 啊 啊 全度五级 我已经五级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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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级我就不干了 再拿六级就挺吧 我不行了 坚持坚持 全度六级就这么输 还是有希望的 感觉我里面皮疼 我感觉我里面肉疼 而且我感觉我下面下腹也疼 我腿麻了 腿麻是正常的吗 腿麻是正常的 全度七级 嗯 七级了 张门忍过八级就会跑了 你怎么这么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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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度八级 啊 不能吸 呼吸都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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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度九级 九级就相当于已经开全纸了 十字已经全开了 马上就要生了 救我 护士 救我 忍受忍受 马上 马上 救 我已经出来了 马上就要生了 立马停了 九级久了 可以的可以的 强度十级 啊 可以啊 四面体验 十级成功 好 停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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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后的腿都 疯狂的抖 我的天 我最后都不敢呼吸了 呼吸 每次呼吸都很疼 这是我们十级的一个容易就输 谢谢 好 谢谢 这个只能打到女生孩子的一块 一半 嗯 呵呵呵 那是要从工作到开始 再到生是要十几个小时 二十几个小时了 我真的不是吹 这个东西真的是 我的牛逼 太牛逼了 我的牛逼了 打到十几个人还挺蛮少的 我们这大多数也就是三级 五级就变成了 三级五级就结束了 loser 我觉得算是你激励了我 我不是说我到了六级就停 到七级就停 然后你就一直不放停 其实大多数还是可以忍的 可以忍的 只要不想活而已 对对对 真的是很痛苦 我手为什么在抖 我没想到我能成功 人还是得逼出来 他是个狼人 他把我逼的 啊 回家了 我觉得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下来的 所以你们知道我是个狠人了吧 我现在想跟我妈打个电话 喂妈 我今天去拍视频 体验了一下那个生孩子的那个疼痛 他们一共十几 我忍到了十几 就最大呗 对就最大 但他们说那个最大的疼痛 只有真实疼痛的一半 根本体验不了的都是骗人的 天正的那种疼 哪能体验得了呀 这个有点好了 疼痛忘了疼了 但是当时那种疼 是很疼 就是疼的没法躺 也没法坐 坐立不安 就不好生 生一天 生我生一天 不懂这疼痛不安上六点 体验了一下 真的觉得妈妈都很伟大 我爱你妈 谢谢 感谢你们收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记住 点赞 投币 收藏 分享给你的朋友 告诉他们 搜这个粽子 粽就能找到我 天下的母亲都辛苦了 你们一定要爱你们的爸爸妈妈 我也爱你们 不对 这样是不是占你们便宜 收 你好德克是吗 你好你好你好 我是刚才练 点单的 这个我在那个单上备注的是 我不要肉不要菜